来看一下文字事件的处理 就是TestEvents 就是在文字视窗里面包含就是说 在那个TestField就是一个文字的这个文字方块里面 或者是一个文字的一个区域里面 然后呢如果在文字有改变的时候会触发这个 所谓文字的一个Event 一个Event事件 那这里的话其实主要我们针对几个部分去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Listener 就是说它请听者呢 当然原则上都会在Flame上面 然后呢会用implements去实做什么呢 实做这个TestListener 也就是说呢这个Flame会当成是一个Listener 会去做一些事情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同样呢产生一个Flame 然后呢再两个Test 那这个Test是TestEvents 就是一个文字区域 那这两个文字区域的大小 这边可以去决定 这个6列10 应该是6乘2的一个大小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个属性 把它设为没有卷轴 这个地方没有卷轴 那这里的话呢 Flame的部分呢是200乘100 我这边都一样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自中对齐 用FallLayout的方式去对齐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的请听者都设为Flame 这个地方设为TestOne 它的里面请听者的话是Flame 那这里的话接下来就是说Set 我们Set什么呢 这个EditAble 这个地方的话呢 设为不可编写 然后把这两个通通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它显示 那这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们把程式先直接乱起来看一下 当什么呢Test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这边有 就是去取得什么呢 取得这个文字 也就是把我输入的文字呢 在什么呢TestOne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好了 我直接Run起来来看 那执行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直接我今天在这里面 输入比如说Terry好了 那你会发现我直接 因为在这边有产生一个事件 直接就会在这个地方做书写 那因为我预设值 特别注意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 TestTwo 这个Adiable是不行不可 所以这个地方TestTwo呢 它这个地方预设值呢 是不能够输写的 不能输写 那当我TestOne 也就是我这个地方的Lessener 当文字有改变的时候呢 它就会触发什么呢 这个直接Implement的Lessener 那我就直接做什么动作 所以呢会直接在底下的部分呢 会去执行某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当TestValueChanged的 就是当里面文字有改变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呢会传一个事件过来 那这个事件的话呢 因为传过来其实它主要是传文字 所以这里的话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利用 有没有 这个地方TestTwo的文字呢 就把什么呢 TestOne里面的文字呢 Get Get就取得TestOne里面的文字 并且丢到哪里呢 丢到TestTwo里面的这个文字方块里面 显示出来 所以呢我现在直接Run的结果会是这样 假设我今天我把这个Delete掉 打一个T 马上就秀出来 也就是这个地方 运用 SetTest的话呢 就会直接把 这个TestOne里面的资料 直接就丢过来 就直接Get 得到 得到里面的东西 然后并且把它秀出来 不管里面Key什么呢 自动就会读到这个TestTwo里面去 那这里面的话因为 ABLE是不行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不能编辑 完全不能编辑 这里的话呢 你们试试看 那主要会有差别的部分 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成TestLessner 另外 还有什么呢 这边的方法会改变 这个方法 方法部分 那其他还有像是 这些都大同小异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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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